谁 是你们谁给大嘴海苔吃的 啊 大嘴妈妈 大嘴又请假 说眼睛受伤了 怎么回事 大嘴的腿刚好 眼睛又受伤了 医生说他的眼睛很危险 可能会影响视力 都怪那个给他海苔吃的人 到底和海苔有什么关系啊 他吃完海苔 把海苔里的干燥剂 放矿泉水瓶里玩 结果 矿泉水瓶爆炸了 那干燥剂崩到了眼睛里 眼睛被腐蚀了 幸好 矿泉水遇到干燥剂发热了 大嘴把瓶子提前扔了 不然眼睛就保不住了 大嘴敢玩干燥剂 杆子也太大了 海苔里的那种干燥剂的主要成分是 生石灰 生石灰遇到水 会释放出很大的能量 这股力量撑破快泉水瓶 产生爆炸 很正常啊 唉 大嘴是真的顽皮啊 海苔那么贵 大嘴肯定舍不得买 到底是谁给他的海苔 可配医药 嘿 你们给大嘴海苔吃了吗 啊 啊 啊 阿姨 大嘴没说是谁给他的吗 哎呀 大嘴就是不说 他说是他自己的错 不怪别人 这傻孩子想要一个人承担所有 那他有没有说海苔是在哪吃的 什么时候吃的 是昨天晚上刚上学的时候吃的 眼睛受伤后 有人用学校商店老板的手机 给我打的电话 那应该是在学校附近玩的 我们查一下 学校门口的监控和商店门口的监控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不用查监控了 老师 阿姨 是是是 是我给大嘴的海苔 我不知道会这样 对不起 好呀 只要你给我儿子吃海苔的 你不给他 他就不会玩干燥剂 猴子 你怎么不早点承认呀 大嘴妈妈好凶 我刚才特别害怕 你就没敢说 我只是想分享我的零食 我什么都没干呀 猴子 那你看见大嘴 玩干燥剂了吗 你怎么不阻止他呀 我提醒他了 当时是这样的 这里有干燥剂 大嘴 快点扔了 我妈妈说 这个东西危险 怕啥 我妈妈只是告诉我 这个东西不能使 那你看看 干燥剂上面写的什么 是不是写的很危险 嘿呀 这么多次 看着头疼 没事 这又不是鞭炮 有那么可怕吗 把干燥到快泉水里 事实会怎么样 不要 不要不要 后来他就把干燥剂 撒到快泉水瓶里了 我就跑了 就听见 让我去救他 后来我就帮他 给他妈妈打电话了 两块钱电话费 都是我出的 原来是这样呀 这个应该不怪跑子吧 跑子确实 什么都没干呀 家长平常应该多提小孩子 干燥剂的危险呀 嘿呀 大嘴这个熊孩子 怎么这么淘气呀 真是气死我了 我确实是只告诉他 干燥剂不能吃 可是如果这个同学 不给大嘴吃海苔 他就不会玩干燥剂 应该也有责任吧 干燥剂有很多种 像海苔里的这种 生石灰干燥剂 比较危险 上面肯定写了 不可食用 不可玩耍 不可泄水 这些字 是大嘴自己不认真看 而且 跑子也告诉了大嘴 干燥剂很危险 是大嘴自己不听的 所以这个责任 要大嘴自己承担 是啥 我不信 谁家规定的 你说的不算 大嘴是我好朋友 他受伤 我也很心疼 这种情况 大嘴确实怨不了别人 反正 我就是要找 跑子家找 他要是不赔钱 我就报警了 大嘴妈妈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 说要报警 也是气话 大嘴受伤 我们大家都很着急 我会和跑子妈妈说的 如果大嘴的医药费不够 我个人愿意 捐款给大嘴 我们都愿意 捐款给大嘴 希望大嘴 早日康复 原来大家都这么有爱呀 我太感动了 我刚才是太生气 太着急了 这件事 确实不厌别人 怪我 没告诉大嘴 干燥机的危险 医药费够了 捐款就不用了 谢谢大家